上周终于和宝贝儿子见面了,小家伙很健康,期间六两,三十九家五天,和姐妹们分享一下顺产经历。 怀疑你来宝宝一直很健康,产品每次也是很顺利的,一直期待着宝宝出来,前些天总是觉得想不有下坠的感觉。 心里隐隐觉得宝宝快要来了,固然女人的第六感还是麻烦的,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是很舒服,刚睡着不到一小时,大概凌晨两点的时候,突然就醒了,想去趟卫生间,但是下身一股暖流,还以为是普通的漏尿。 但是感觉越来越不对劲,这种暖流是控制不住的那种,我心里已经,感觉是破水了,马上把睡成猪的老公喊起来,老公吓坏了,赶紧拿起家里的代产包,就准备去了。 家离这不是很远,老公比我镇定很多,一路上都在安慰我,到了大概三点多,检查已经开二指了,医生就领着去做胎心监护各种检查,然后就在监察室一直躺着。 我本身是个很胆小的人,心里慌得厉害,这个时候爸妈也赶过来了,一直陪着我,慢慢的已经有轻微的震痛,感觉一缩一缩的,还不是很厉害,有种来带姨妈的感觉,还是可以承受的。 大概四点多的时候,能感觉到震痛越来越厉害,缩得也越来越快,护士就让我调整呼吸,过了一会检查开五指了。 到了大概六点多,这个时候震痛得已经很厉害了,痛得我全身发抖,汗都湿透了,老公一直在握着我的手,也很紧张,不停的叫医生,医生来检查宫口全开了,我就去了厂房,医生告诉疼的时候用力,这时候的疼,我已经忍不住了,每次公宿用力我都会叫,不叫都感觉用不上力,大概用了五,没死力。 医生过来帮忙接生了,等胎头能看到以后,使了四回力,感觉胎儿的头出来了一半。 后来宝贝的身体是一次长进,儿子就出来了。 那种感觉就像排出了七年的宿便哈哈,身体瞬间就舒服了很多,孩子往外出的时候没有很难受,而且会瞬间特别舒服,一点都不疼了。 大概十分钟后,胎盘出来了,凑先了一刀缝了针,观察了两小时,我就和儿子一起出去了。 产房外老公和婆家,还有我爸爸妈妈都在等着我,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力气了,然后被老公,护士们推走了。 总之生产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,没有发生什么意外,儿子很可爱,体重3.8千克,身长51厘米,真的是永生难忘的经历与过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